第一个现场来到花莲地区 现在在花莲出现间歇大雨 让当地民众非常有感 不过目前花莲铁路公路都不通 所以有很多的游客很着急 涌进车站询问退换票 金正红刚才请林何荣告诉大家何荣 主播各位观众 持续带您来掌握凯米的最新动态 我们都知道中台已经变成墙台 对花莲的影响也是越晚越剧烈 而现在不止公路在冲德站有管制 车辆无法进出花莲市区之外 铁路一样无法通行 从11点58分最后一辆开往台东的区间车 走了之后呢 整个下午都没有列车可以搭 因此我们可以在车站内呢 是看到许多游客是坐在了告示板前面 但他们其实不是在等车 而是在焦急的思考 他们下一步到底该往何处去 让我们来听一段稍早访问 都取消了 那你怎么办 没办法 现在我们不是有买过票了 从那个华莲十点半到高雄的 但是现在没办法 那你坐在这边是 所以这里发愁啊 真的假的 可以说是被打乱了 我本来是要回罗东了今天 结果只好再往边的方向走走 往义里的方向去 因为下点人就是出不了花莲的人 对啊 但是现在居所还有一班车可以到印里 所以我们先到义里再看看 再从那里看能不能再去台东啊 或者去什么台南之类的 不然我们会被灌在这里了没办法 不只游客行程全被打乱 现在票口这边呢 也路线出现了许多民众来询问退票或换票事宜 真的没有想 因为真的他们都没有想过 这台风会对花莲的影响 连带整个台铁通通停止 因此他们现在也在想 之后到底要怎么来安排 接下来的行程 毕竟呢 现在市区很多店家 因为停班停课也都没有开 晚上风雨又会越来越大 他们离不离开花莲也是一个问题 目前呢 我们也将持续在花莲为你掌握 最新的台风消息 要想最新将时间交还棚内主播 我们下期再见